儲稅良筆法第六個部分 這是橫折鉤 我們看他的寫法這是田 這個呢 幾公里的里太短了 類似啦 那這個不知道哪一個部分老師又忘記了反正有這樣的寫法我們來看 他往上推這邊叫賀頭 洛尚書法老師都真的把賀的頭印出來看 老師找了很久今年過年前終於找到了 但是這樣再寫一次因為這一面鉛筆比較細 你看出席都寫出來啊我們再寫一次 推上去 再往上走 停 推右邊一點點 這書法上就是真的這樣寫了老師寫得很明顯 再寫一次 斜度錯了 斜在這裡 尖尖的推過去和的單頂和的頭 再往上走一點點 停 變細 右邊停 勾 大概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也是類似的手法 短一點 好粗到細 有點類似很撇的寫法 我們就把這個寫起來 好接下來撇 拿起來拿起來 好這是體能類似花斗的花 花斗的花 左邊的人字旁的寫法 好那我們就是把所有的筆法大概練一次 或是人字旁的這個化學的化人字旁一個是寫撇 一個是寫撇 然後停在這裡又手法計法 都要把它練起來 接下來我們先看下一個部分 好那 兩個角度稍微不一樣 好我們先寫這一個 清到重 再拿起來 好這個就更細了 這個類似哪一種寫法 更 或者是 在字這個感覺是人 人的寫法 那這個是更加的更的角度 所以他這個是會往五點走 在這邊 好那這個就是平納 就是錯字旁的納 好 你注意看喔 你寫之前都要觀察 重 拿起來 再往下四點 好停 往上變細 然後再往下走 好再拿起來 目前看到這個影片的可能就是 沒寫過書法的 所以老師要提一下 他這個會像溜滑梯 問題來了 他上面的部分是用走的 但是又不能走太多 然後老師一講小朋友都會寫成 小朋友會寫成 這樣子 那就慘了 我們把他變柔一點 像這樣子 變柔一點 有拉的部分但是一點點而已 那是只是舉例讓你理解 但是不需要那麼大 好接下來 這個跟剛才月亮的月很像 然後這個比較難 我們先寫這一個 這用在飛翔的飛 上面這是下面 好我們先寫這一個 我們先寫這一個 我們先寫這一個 那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 跟前面那個已經很像 出到細 停 我們我有拿起來 另外拿起來 我那一彎說 停 大概也是往12點左右的這個方向寫 這個字呢 這邊要灰色的部分 注意一下 接下來再寫這一個 這個是 這是9 應該是9 123459789的9 這類似的我先一起寫 但是飛翔飛也是類似寫的寫法 他這邊比較短 這裡9這邊比較長 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寫這個不用寫我們前面也教過了 好所以我們先寫這個前面也教過了 寫這個 右邊的部分這個是以算是以的寫法 在右邊的話 是值得 出 轉折 細 然後再慢慢變出這邊很像一隻鵝或船有點弧度這樣寫過來上去 這勾沒勾好 這裡很多小朋友都沒寫好 注意看 彎彎的 出細 轉彎都要拿起來 到目前規則都沒有變 只有有些輸法家轉彎是寫 硬壓過去的但是比較少 那大部分轉彎的時候 都會稍微拿起來 這裡出慢慢變細 再慢慢變出 好接下來 這兩個還沒寫我看之前有沒有教過 也是很像 但是不一樣 這是寫五角形的寫法 這裡 這裡會多拉一下的 其他出法家沒有 除雖然蠻明顯的 好開始 這樣是階段的好這裡拉長盾拉一個 出 勾也是大概都往11點方向勾 那記得前提這邊也是要往上走 好接下來剩最後這兩個 好這邊是寫細的寫法自己看喔 重 細 壓 拿起來拿起來 他長什麼樣子 你就寫什麼樣子 這個細比較多 長 壓 拿起來 這個都看了就都會了 慢慢寫 不會寫沒關係反覆練習 如果傳過來作業沒有問題 是不是在另外錄影 示範 好這個應該就錄到這裡了 這個 綜合筆法的部分